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比兰欢迎来到迷路正线 那么最近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海的局势 台海军司令唐华下周访美出席典礼 获会见美海军作战部部长 据路透社原因六名知情人士报道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驾于下周访美出席一度一场军方典礼 并讨论如何在中国升高对台威胁之际促进台美海军的军事合作 六名安全消息人员透露 唐华将造访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在地下位移 出席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交换典礼 其中三名消息人士介绍称 预计唐华也会参加4月8日至10日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海空太空研讨会 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弗兰凯蒂的会面 也正在洽谈安排当中 基于这趟行程的敏感性 消息人士都不愿意拒名 台湾海军和美国五角大楼也都不遇置品 与日本和英国等盟国的高级官员公开访美不同 台湾官员尤其是军方官员的访美都很低调 而且往往都得不到官方的确认 台湾高级官员此前的美国执行 包括2015年时任的海军司令李喜明及国防部军备部副部长徐岩普 后者去年出席了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台美国防工业会议 据当地媒体报道 台湾通常每年都会在美国举行安全会谈 双方政府都没有正式确认 去年台湾外长和国家安全会议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两名消息人士说 唐华防美是美方联合岛与防卫概念行动的一部分 目的是与台美等地协调 在第一岛链内在潜在冲突中对台对抗中国军队 一位美国官员说 台湾和美国正试图安排唐华与弗兰凯蒂会面 但这些会议物尚未得到证实 唐华之二陪同蔡英文所谓总统前往台湾东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 多加两艘新的航母杀手 塔江级巡逻舰的交接仪式 所以航母杀手塔江级的交接仪式 当然当然这个是一个扯淡的一个事情 但是有一点 台湾现在正在实质性的在这里备战 所以中国大陆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我现在听说怎么假消息满天飞 说4月8号中国最高领导人要见马英九 如果是的话 以后我台湾这篇新闻我都懒得讲了 我就关注国际局势或者说内部的事情 如果说真的是跟马英九去见面了 我说句实在话 接下来我这边台湾这边事情 我都没有什么好再去多说的 多个利多没意思 对吧 这个我们说过了 人民 群众 这个很简单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对吧 这个你看你4月8号在这里见马英九 人家那边4月8号海军部长跟美国海军部长见面 海军司令跟美国海军部长见面 这个是不是踏破红线 美军现在已经在台湾实实在在驻扎了 是不是踏破红线 对吧 马上到这个夏威夷去访问了 跟印台司令部要见面了 印台司令部的新司令要见面了 跟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部长见面 海军部部长见面 这是不是踏破红线 台湾现在是正儿八经 实打实的在军事斗争的准备 我说北京不要在这里在这个这里在麻痹大意了 人家是要搞一个岛链防御机制 怎么样日本美国跟台湾一体化来防御你 所以说我们搞那么多大家伙 搞那么多大玩意儿 下那么多饺子 造军舰 我们的目标是要跟美国在太平洋掰手腕的 对吧 我们也都知道了 美国 对吧 到中国来了这么多的老板 但这些老板很无奈啊 在中国他又不能投资 又不能做生意 他来这个地方他也很郁闷 很纳闷 来这里干嘛呢 对吧 想要吃中国这块肥肉 美国政府又卡在那边不让他们吃 人家这个吕特要对到中国来 想要来搞光刻机 美国马上又下达一个命令 不允许你私自卖光刻机或者说零件或者替中国来维修 他们都很害怕 所以说中美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没有什么生意可谈 跟西方基本上属于是一种冻结的一种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政治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台湾海军的司令公开跟美国海军部部长见面 也许他们会混动得很低调 但是我说过他们搞事情搞得是相当恶心的 如果你4月8号这边真的见了马英九 那边再见这个海军部部长 那这个场面我觉得挺难看的 挺难看的 你会让别人觉得你们中共搞统一大业 是不是一个假议题 吹牛逼的 老百姓会这么思考这个问题 咱们政府什么东西是真的 是不是天天都在那里造假 对吧 天天的吹牛逼 所以这一步臭期千万不能走 因为现在你到这个时候 你还去走这种臭期 没有这个必要 对吧 我相信这个声音是假的 因为只有台媒在这里说 我没看到别的媒体在这里讲 对吧 见马英九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他马上4月份 你在这里见 他在金门这里打把 然后又跟美国的这些高官去见面 想一套怎么办法来对付你 怎么搞你 难道非要到我们更多的福建的渔民 被他们杀害 我们才能够动 我们才还不动手 现在又有八名渔民被在澎湖那边被抓了 这个事情我看国内网上都没有声音的嘛 大家都懒得提了 对吧 什么中国海警在台湾西侧海峡这里来巡逻 有什么好巡逻的 你巡逻 你巡逻 你金门跟马朵这个地方吓过他们没意义啊 你澎湖那边也要去巡逻 对吧 我们现在要打 要作战 要打仗啊 这个是第一位的 我们接着来看 另外一个 一则消息 就是这个 邱国正好像想要撂挑子不干了 邱国正口头请辞 所谓国防部部长 蔡所谓总统挽留 卫留 台湾国防部所谓部长邱国正 因为儿子到了当地媒体爆料 疑似涉嫌性交易而请辞 或所谓总统蔡英文的卫留 挽留们挽留 卫留 他妈战奸女们 说个战婢女 一定要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台湾所谓总统发言人 在声明中表示 邱国正昨天晚间 因家人所涉事宜而口头请辞 考虑当前区域安全形势复杂 又知政府团队交接期间 蔡所谓总统认为 邱国正应坐镇岗位 确保各项重要国防事务的 稳健周全 他说 其家人所涉事宜 由所属机关 查查 一切依法办理 说邱国正儿子 嫖上干嘛的 他就要请辞 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干了 现在压力是很大的 他天天晚上 你看这个人他都睡不好觉 因为台湾是站而八点要防御 他不是假防御 他是站而八点要防御 正在做战斗准备 所以我说过 我们没有必要让台湾 做战斗准备 当然了 我们如果一旦去攻台的话 几个小时 长者一个礼拜 短的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是必须要开干的 也许北京再建这个马英九 也许 是放颗烟雾弹 你看两岸又和平了 又怎么样了 然后突然之间 空降兵直接就过去 登陆 因为现在这个军队 这个里面的这个准备 和这里面所有的科目 及这个演习 全是非常务实的 在针对台湾这个地方 在进行 所以我感觉差不多要拿下来了 因为北京现在建的 美国的这些富商 就问他们 来不来中国投资 不来 不来原因是什么 想投资 投资少 为什么 因为美国很跟在当中 政府很跟在当中 我们不敢瞎压搞 不敢瞎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新国防法 已经触犯了 因为我们的发展 被美国给严重影响了 对吧 所以说在打台湾 出兵 已经跟美国关系撕破 跟美国关系撕破的法律基础 已经被美国给触发了 这是我们自己前两年立的这个法 新的这个国防法 新版国防法讲的就是这个事 如果发展一旦被受损 就要打仗 那么这个台湾这个军队呢 现在这个 这个又发生了 海军 一名士兵 也死掉了 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臭掉了 烂掉了 那么现在 这是台湾将近是短期内的第十起 第十起 人员意外死亡 或者所谓的自杀事件 那么他们这个战备水平是很糟糕 这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人员的心理状态也很糟糕 各个部队 各种各样的部队都出了事情 所以你说打他没问题 但是我们要想打呀 我们要能打 跟美国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中美关系是回不到过去了 对吧 北京已经定性了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对吧 回不到过去 那解决台湾问题 之所以之前一直没有解决台湾问题 是因为 中美在发展经济 在做生意 现在生意没有了 那还不来收台湾吗 等到他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们再去收 日本战俘式巡洋导弹 马上就要过来了 二五年就各就各位了 菲律宾这边的美军基地 全部都要建立起来了 对吧 台湾这些该有的装备都有了 火山快速布雷车 标枪翻弹个导弹 独私便携式防空导弹 智能 水上智能 不离系统 所以我们不能够大意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